轻轨卡在路中间狂按喇叭 居然是有行人挡在车头前面 背包还不退让 穿黑衣的阿伯扶着告示牌 动也不动还疑似跟司机瞪眼对峙 就是不给过 霸占轨道一分半钟 车来车往喇叭声狂响 但阿伯似乎没再怕 小死耶 离谱站路全被募集 网友傻眼这个应该是轻轨 优先于行人 还是行人帝王条款 无事一切 不要命耶 如果被撞到也是会出事的 叮嘴啦 看看哪个条款会获胜 很危险啊 就是我在讲 我可能会像往后推拉过 有遇到就是也有人站在那个中心 然后那边挡 好几次了啦 然后又汽车挡到的啦 政府是不是要硬起来 对不符不合规定的 就是应该要照法规来处理 还是需要有有保全人员 来控制一下局面这样 行人没礼让轻轨挨罚五百元 但如果是恶意挡路 这下事情可大条了 令男子是否需要阻挡轻轨通行 警方查气到案后 将查明定义刑法公共危险罪 如送侦办 轻轨乱象持续上演 行人离谱挡轨道 不进也不退 交通大打劫 让人直摇头 记者高雄报导 监视器拍下一名男子 大半夜冲到民宅池 棍棒狂砸 狠狠挥棒 连砸三台机车 打不够还往电器进攻 啥的乱七八糟后 还撒钞票快速离开 半夜 丙丙叮叮嚇坏 八十多岁阿嬷 居然是孙女的恐怖前夫 前来闹事 疑似因为金钱纠纷 起口角后 来前妻家狂砸泄愤 感情加上金钱纠纷 前夫家人也怒控 是前妻咄咄逼人 双方各说各话 高雄凤山也发生暴力事件 一名男子持高尔夫球棒 猛砸门被邻居目击 吓坏报警 居然是亲戚纠纷 上门找查 纠纷气不过半夜 惊悚砸车棍棒乱打 砸完还撒钱 离谱行径 让人傻眼 记者高雄报导 黑衣男子跑到派出所 按开玻璃门 紧接着一连丢出三颗鸡蛋攻击 但袭警局 马上就被远警呵斥逮捕 事发在台北市万华青年路派出所 原来炸弹的一行有两人 他们未戴安全帽被开罚 进一步还被发现原来根本未成年 还在独国中偷其父母机车夜游 两人不满被开单扣车 竟诞喜派出所泄愤 结果被依社会秩序维护法送办 台中有名宅 居然遭五名歹徒持枪 闯入抢劫 被害男子 投破血流 包上纱布送一治疗 他被抢走18万元现金 以及一条金箱链 为了逮住其中一名嫌犯 和嫌犯扭打导致伤痕累累 虽然抓住一人 但还有四人开车逃逸 他们在二楼的时候 是不是有开枪 他们在现场遗留这个蛋壳 一颗 被害男子疑似和朋友 在屋内聚会 钱财露白 遭力因外合 惹祸上身 警方掌握作案车辆 全力追弃 记者王俊杰杨胜王世函 台北台中采访报道 中午十一点时间到高雄 汗来海港巨蛋店重新营业 门口客人大牌成龙 等着吃大餐 大蛋生猫海鲜牛排等各式美食 很注重这些卫生 我觉得蛮聚热的 信心蛮大 应该没问题吧 没有 你不会担心吗 不会 吃美食没怕没怕 高雄巨蛋店爆发 集体食物中毒 五十二人送医 从四月二十七号晚上 到四月三十号 停业三天半 五月一号重新开张 刚好遇到老公节假日 企业员工来聚餐 算员工聚餐这样 你们也不会怕就对了 就是多少还是会有 我们两个月前就定好了 所以就是穿券也买 想说就不要浪费 还是来 食安问题到底怎么发生的 食药署经过调查 病人身上怒罗病毒 轮创病毒都没有检出 怀疑可能是细菌造成 着手培养细菌 都有被审查那么久的话 再开幕的话应该 我觉得他们对于卫生会更加着重 对 我觉得这样更安全 对啊 我们是这样想啊 食安风暴连环暴 就连上市上柜 大品牌餐厅都重见落马 到底哪个环节 出了问题还在理性中 继续赛委员王书宏高雄报导 我是陈俊庚 从踩在风灾的摊方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我报导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喔